晚间新闻由国泰银行赞助播出 梦想与未来 国泰银行与您同行 共和党初选或成终选 最高法院支持拜登边境政策 尼西根高中枪案失职父母出庭 各位观众完 欢迎收看1月23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我是于心轮 今天是共和党的首个初选 本应拉开接下来数周的激烈竞争 但在今年的总统大选中却并非如此 前总统川普以及绝成 除了尼基海利以外 其他人均已退出竞争 今晚的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代表着的 可能是共和党竞争的结束 而并非开始 今天是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日 投票站的开放已经让选民们早早排起了长队 准备为他们心仪的共和党提名人进行投票 这场选举现在已经成为了两个人的竞争 根据民调前总统川普依然遥遥领先 尽管他在四起独立案件中 面临着90亿项重罪指控 但选民们对他的支持依然热烈 川普昨天晚间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集会 昔日的挑战者们也变成了支持者 这场集会意在显示共和党再次团结在了他的身后 不过前南卡罗兰纳州州长尼基海利 也就是现在唯一可能阻止川普 第三次获得共和党提名的人 依然在战斗当中 海利的四处奔波 也的确为他争取到了一些支持者 海利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支持率 已经是距离川普最接近的一刻 该州也是他花费了最大心血的地方 如果落败 其他地区的胜负恐怕会变得更加没有悬念 因此很多人也都认为 今天共和党的初选或许已经变成了共和党的中选 虽然台湾总统大选结果已经揭晓 可能极大影响美中台关系 日间少数族裔媒体在线论坛上 华文新岛日报记者荣晓卿表示 选举结果将对美中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而台湾侨民的投票倾向也会成为研究的焦点 日前在少数族裔媒体线上讨论会上 探讨了美国侨民如何参与本国的选举 论坛特别聚焦于三个地区 分别是台湾 墨西哥和印度 这三个地区对美国的地缘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移民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兼联合创始人凯瑟琳、纽兰 强调了侨民对投票权的诉求 他们希望继续成为原机国的活跃成员 1980年 只有21国家 被宣传了国家 2020年 141国家 被宣传了国家 选择各种状态 有几个其他国家 这是世界上最大三辆的国家 受普利兹危机报导中心新闻调查基金资助的 《华文新岛日报》记者荣晓庆指出 台湾这次的选举会影响中美台三方的关系 目前 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成功当选台湾总统 然而 民进党当选意味着台湾继续推动独立 这将是中国极不乐见的结果 荣晓庆在访谈中进一步指出 赖清德当选后 若实施推动台湾独立或挑衅北京的事情 将带来难以预测的后果 另外 在大选过后 拜登将会派出由前任内阁成员组成的代表团访问台湾 台湾侨民很关心这次的选举投票 但是 台湾不允许邮寄选票 必须以海外公民的身份回到户口所注册的城市获限投票 曾有政策试图允许海外侨胞邮寄选票回台湾 但大部分的海外侨胞支持国民党 包括在中国的台商和留学生都与北京有着密切的联系 他们不太可能成为民进党的支持者 这也是执政党不希望邮寄选票的原因 由于昂贵的机票价格 许多侨胞无法回到故乡进行投票 but most of people think you know the friendly talk during that meeting doesn't really mean much they don't think US-China relationship will go back to the old good day the you know the good old days where like everyone's friendly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ould not be reduced or getting less intense 容小庆认为中美两国的关系并不会回到之前 台湾侨胞即将面临在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做出选择 无论他们是否支持台湾或中国大陆 他们在美国的处境将会变得艰难 最高法院昨天裁定 允许边境巡逻人员剪断或拆除 安装在美墨边境的隔离刀片刺网 此举可以称得上是拜登政府的胜利 在德州州长亚培安装了这些障碍物之后 白宫就提出了诉讼 但德州总检察长并未放弃 强调战斗还没有结束 他会继续捍卫国家边境 最高法院允许边境巡逻队拆除 沿着格兰德河部分地区的铁丝网 这算是对德州州长亚培 孤心行动的一大挫折 该法案的设立是为了阻止移民 越境进入美国 而在过去的三年里 这项行动已经耗费了大约100亿美元 拜登政府之后起诉了德州 希望能够阻止他们的边境行动 政府认为移民的问题属于联邦事务 不应该由州政府负责 如今在最高法院的判决做出之后 也给国会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要求他们能够尽快解决危机 尽管拜登政府的申请 获得最高法院的支持 但僵局还在持续 其中一个癥结点 就是如何支付处理移民的庞大费用 另一个则是众议院共和党人 希望推行川普时代的边境政策 这势必会让民主党难以接受 不过即便在最高法院受挫 德州的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 依然表示最高法院的命令 允许了拜登继续其非法行动 以援助外国入侵美国 指责破坏德克萨斯州边境的屏障 无助于执法或是保障美国公民的安全 他也在最后强调 这场战斗还没有结束 他会继续捍卫国家的主权 密西根州在2021年爆发了一场校园枪击案 导致四名学生死亡 今天少年枪手的母亲即将出庭受审 检察官认为男孩的父母都应该为他们的儿子致命行为负责 因为他们在明知孩子存在暴力倾向 情绪不稳定的情况下 依然让他持有武器 2021年11月 珍妮佛·克伦布利和詹姆斯·克伦布利的儿子伊森·克伦布利 在密西根州的牛津高中杀害了四名学生 并打伤了另外六名学生和一名教师 伊森·克伦布利在案发时只有15岁 他在2022年10月承认了对他的24项指控 包括了一级谋杀罪和恐怖主义罪等等 他最终被法官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而密西根州的检察官则在之后还追究了他父母的责任 认为他们犯有过失杀人罪 称他们明知儿子患有忧郁症并迷恋枪支 还故意忽视了孩子的需求和健康 在法庭的判决中 凶手的辩护律师声称 他的委托人患有精神疾病 但詹姆斯和珍妮佛这对夫妇却说对他们的指控毫无道理 他们不应该为儿子的行为负责 他们还要求法官将他们的案件分开审理 额外筛选出16名陪审员参与孩子母亲的审判 这对父母甚至还向法庭提出了要求 希望儿子能出庭为他们辩护作证 但依森·克伦布利的证词 已经表明了他的父亲不可能脱罪 詹姆斯·克伦布利的审判将会在3月份开始 此前枪手的御师曾经在一封信中表示 如果枪手被传唤作证 他将会引用第五条修正案的权利 对他的终身监禁提出上诉 但目前来看 这对失职的父母和残忍的凶手 最终恐怕都难逃法律的制裁 南韩水产市场发生严重火灾 休息过后来看国际新闻 随着以哈战争的持续进行 胜负已经变得几乎没有悬念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 以色列在战后究竟会如何处理加萨的土地 该国高层目前已经更偏向于 取消多年维持的两国方案 或许会在战后彻底将加萨纳入 以色列的版图 所谓的两国方案 指的是以巴冲突中的政治解决方案 该方案主张为居住在巴勒斯坦地区的 两个民族 也就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 各自建立两个不同的国家 自1990年代开始 两国方案就成为了美国政府 推动中东和平的重要文件之一 也是联合国维持地方稳定的关键因素 但随着以哈战争的持续 以色列高层开始考虑取消这一方案 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他坚持认为两国方案 是满足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 和平共处的唯一方法 就连在战争中力挺以色列的美国高层 也对这一趋势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目前仍在非洲访问的国务卿布林肯 也重生了自己的态度 而在战争前线 今天有24名以色列士兵死亡 这是战争爆发以来 宜军伤亡最多的一天 这也让该部队的总死亡人数 达到了219人 官方已经通知了所有士兵的家属 而以色列国内愤怒的情绪也在开始升高 利塔尼亚乎重申 在哈马斯被歼灭之后 以色列必须维持对于加萨的安全控制 确保该地区不会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而这一要求与巴勒斯坦建国的主张互相抵触 此话中虽然没有明确拒绝两国方案的推行 但自理行间已经隐隐透露出了 想要控制加萨全境的态度 南韩中清南道一个水产市场 22日晚间发生大火 直到23日早上才完全扑灭 没有造成人民伤亡 但市场内227件双部全部烧毁 目前市场周围存在毒气体泄露的危险 总统一学院到场观察 下令展开全面的调查和搜救 韩联社报道 中清南道苏川郡的苏川水产特货市场 22日晚上11点08分突然起火 消防部门派出361名消防员和45辆消防车到场救灾 灌救大约9个小时后 最终在23日早上8点左右完全扑灭打火 市场内292家店铺中有227家被烧毁 其中包括全部121家正在营业的海鲜商店 消防局指 由于市场内店铺密度较高 建筑结构亦然 而且也面对强风等不利因素影响 导致救援工作难度加大 火灾发生时市场已经关闭 没有造成任何伤亡 火灾也没有蔓延到市场的附属银食大楼和农产品商店 南韩总统云熙悦在接到火灾报告后 指示相关部门动员一切可用的资源全力救援 并在23日到现场听取了有关火灾原因和受灾情况的汇报 苏川郡的官员表示 随着农历新年的临近 商店可能会囤积祭祀用品 预计损失规模将会很大 目前市场周围存在有毒气体泄露的危险 当局正采取紧急措施 并向居民发出安全短信 提醒居民注意防范 消防部门正在对火灾原因和财产损失规模展开调查 苏川水产特化市场在2004年9月改建成中型传统市场 总面积超过7000平方米 主要销售水产品 农副产品 生活杂货和当地特产等 美国和英国22日对野门胡塞武装发动了新一轮的军事打击 声明强调打击的目的是破坏和削弱胡塞武装用来威胁全球贸易和无辜海员生命的能力 以及对伊朗支持的叛乱分子持续袭击鸿海航运所做出的回应 据路透社报道 美英联军22号对胡塞武装目标进行了空袭 是本月内第二次 美国国防部在与英国以及澳洲、巴林、加拿大和荷兰的联合声明中 表示对胡塞武装进行了八次打击 摧毁了包括飞弹系统和发射器、防空系统、雷达以及地下深处的武器储存设施 声明强调 精确打击的目的是破坏和削弱胡塞武装用来威胁全球贸易和无辜海员生命的能力 英国国防部就表示 英国战机使用精确制导弹袭击了萨纳机场附近的多个目标 胡塞武装通讯社也确认 野门首都萨纳以及塔伊茨、贝达等城市遭到攻击 白宫表示 拜登总统与英国首相苏纳克通电话 讨论了包括红海安全在内的一系列议题 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采取更有组织性 也可能是长期的行动 五角大厦发案人表示 胡塞武装自上周四以来 并未对红海的商业航运发动新攻击 但野门胡塞武装组织宣称 对位于亚丁湾的美军货船海洋绝世号进行了袭击 胡塞武装发案人在声明中表示 将会继续针对红海和阿拉伯海的所有威胁来源 就美国或英国对野门的任何侵略进行报复 但声明未有提及袭击的时间或具体地点 以及是否造成损毁 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否认并表示 未接获相关攻击报告 胡塞武装的声明可能是虚假 现在让我们来看地方新闻 加州州立大学系统的数千名教授 讲师昨天开始进行罢工 但没想到还没超过24小时 大学方面就宣布已经与工会达成了协议 将会从去年7月开始将全体教职员工的薪资提高5% 到了今年7月再额外增加5% 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大学教授罢工 没想到一天之内就草草了结 两周前 州立大学提出加薪百分之五的建议 而工会则要求至少加薪百分之十二 工会还要求校方动用储备账户中的资金 加州州立大学系统在声明中说 CFA要求加薪百分之十二 光是今年就将花费3.12亿美元 他们的其他经济要求 如增加保险和提高最低工资 加起来还需要6800万美元 总计3.8亿美元 这在经济上是不现实的 甚至昨天还有学生与他的教授们 一起加入了抗议活动 结果到了昨天晚些时候 加州州立大学方面宣布 已经达成临时协议 工会则在声明中说 这份临时协议包括从去年的7月开始 全体教职员工加薪五个百分点 到了今年7月1日再加薪百分之五 只不过在发布的文件中 没有说明去年的掌薪 会以何种方式弥补给教师们 但是这份协议仍需得到 加州教师协会的批准 此外 周一算是大学系统 春季学期开课的第一天 校方也提醒学生 一定要及时留意授课老师 关于课程调整的资讯 避免出现旷课和迟到的问题 新年已经过去了快一个月 但在洛杉矶市中心的Little Tokyo 有人在夜晚燃放了五分钟的烟花 而且放的位置就在联邦大楼的对面 警方目前已经展开调查 暂时还没有人被捕 此举的动机也依然沉迷 洛杉矶市中心在周日晚间 灯火通明 当天11点左右 烟火震撼了小东京附近的居民 这样的影片在社群媒体上传播 展示了这场吵闹的灯光秀 至少持续了五分钟 It looks like the fireworks were happening lower than they should have been so it looked like an accident but I have no idea We're used to hearing stuff like that but for how long it went on yeah it just kept going and got louder and louder Police tell me that the way these fireworks are dispersed throughout this parking lot shows that it was deliberate and planned for some sort of fireworks show but whoever did this was confident enough to do it right across the street from a federal building At this time we're speculating. There's over a hundred rounds 洛杉磯中央分局表示 阿拉米达街和寺庙街交汇处 并不允许烟火表演 据警方所知 目前还没有逮捕任何人 也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调查人员要求提供观众 昨晚可能录制的任何影片 以查明是谁干的 为何要这样做 听到和看到这一切的人 也在想同样的问题 烟花固然绚丽夺目 但警方也提醒民众 在未经批准的地区 燃放烟花就是一种违法行为 还请民众不要模仿 稍待回来要看前进华尔街 欢迎回到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来看今天的前进华尔街 好的主播 一起关注1月23号 美国股市的收盘情况 主要指数开盘涨跌互线 投资人分析企业财报 并静待经济数据出炉 五盘 部分企业公布业绩之后 股价回软 拖累美股的表现 倒指与标指 由记录高位回吐 收盘时三大股指涨跌不一 道琼斯指数下跌95点 收报37906点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65点 收报15425点 标怀指数则是上涨了14点 收报4864点 个股消息 强生上季的盈利 按年上涨了28% 赚41.3亿元 每股盈利为2.29元 跑过市场预期 收入按年上涨了7.3% 至近214亿元 公司分拆了消费品业务之后 专注于高利润的药物 和医疗器材业务 期内的销售为27.5亿元 多过市场的预期 而且与竞争对手达成了协议 压后仿制药到明年推出 重申今年的每股盈利 为10.55到10.75元的预测 收盘时强生的股价 收报每股159.8元 下跌了1.6% 个人护理用品生产商保洁 去年第二季度的盈利为34.68亿元 按年下跌了12% 经调整之后的每股盈利为1.84元 好过市场预期的1.7元 收入按年上涨了3.2% 到214.4亿元 少过预期的214.8亿元 公司调低了本年度 每股盈利的预测 由估计按年上涨6%到9% 改为持平或者下跌1% 在今天收盘时 公司的股价上涨了4.1% 收报每股153.9元 通用电器去年第四季度 经调整之后的盈利 按年上涨了29.1% 赚17.7亿元 主要受惠于飞机引擎业务造好 期内的每股盈利为1.03元 多过市场预期的0.91元 收入按年上涨了15% 到194.2亿元 不过公司预计 本季度经调整之后的每股盈利 为0.6到0.65元 少过市场预期的0.7元 继前年分拆了医疗设备业务之后 通用电器准备在4月开始 把能年业务分拆为独立的公司 自身余下飞机引擎等航天业务 在今天收盘时 公司的股价下跌了0.9% 收报每股129.9元 国防设备供应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布 截止到去年12月底为止的第四季度 盈利为18.7亿元 按年下跌了2% 每股经调整之后的盈利为7.9元 预期为7.28元 收入为188.7亿元 按年下跌不足1% 预期为179.5亿元 公司预计 2024年度每股经调整之后的盈利 借乎于25.65到26.35元 预期为26.62元 年度收入预料 借乎685到700亿元 预料为686.5亿元 在今天收盘时 公司的股价下跌了4.1% 收报每股439.6元 以上就是华尔电视记者赵璐 在纽约为您带来的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1月23号的华尔电视 晚间新闻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于心伦 在新闻的最后 要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